現在我們剛剛聽完這個發佈會 我們就立即走到手機上的位置 跟大家看看16全系列的新機是怎樣的 今年iPhone的升級可以說是肉眼可見 因為邊框又窄了 機身又薄了 還多了一顆按鈕 令到整部機的玩法都多了很多 就等我續樣跟大家講一下 先講外觀 用色方面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穩中求勝的 因為它本身已經有黑白兩隻 吃穩陣的 為銷量打底 還有一個shocking pink 還有一個湖水綠色 我自己就覺得這些比較誇張一點的顏色 Gen Z就會比較喜歡 現場看實機的顏色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一隻藍色 它中文名叫群青 英文就叫ultramarine 除了名字特別之外 近看實物時都覺得很特別 Size 方面都變化不大 我一隻手就剛剛好拿得曬 但是看規格 16比15 輕了1g 聽起來很少 但好像跟奧運跑100米一樣 差半秒就是差半秒 輕一點 在技術上都可以說是一個小突破 接著就來到汽浴 真的見得到 多了一顆Action Button 還有Camera Control 突然間就變成跟Pro系列平起平坐 可以說是為未來的Creator Economy 而切 但是買個關子先 吊下大家人 等我讀16和16Pro的Specs 招牌環節來的嘛 相機規格方面 其實Sensor就用了一個新一代的Fusion相機 而鏡頭排列就變了打直 就給我們用來拍spatial video 不過就沒有再用舊一代的晶片 今次就直上A18的晶片 就報稱比上代快30% 而受惠於這一塊新晶片A18 其實它的AI功能 都在iPhone 16系列全面都會支援到 重點就是 不是Pro系列專屬 比較有驚喜的是 今代iPhone全系列都開始支援WiFi 7 大家終於有藉口 躺躺正正換回Router 如果你都想看WiFi 7 Router的評測 留言告訴我 不過晶片有多厲害 我們這些普通用家的確是比較難感受 不如說多些我們平時會接觸到 就像今代充電的速度都有提升 如果你是不喜歡插線 只喜歡用Mac 4C充電的話 透過Qi2的制式 最高就可以支援25W 如果你要急救插電 一插即充的話 30分鐘就有50%的電 而這個功能很適合我一位膽小的朋友使用 因為他很擔心睡覺充電會有危險 而另一個場景就是打機 很遺憾iPhone 16沒有加入Promotion 不過就算是這樣 iPhone 16改善了散熱效能 加多了一層鋁金屬的底層散熱架構 可以提升30%的打機穩定度 你知道打機折一折被人贏了很生氣 而A18的晶片亦都支援Wade Tracing 期待之後有實機的話 就試一下3A大作 看看會有多流暢 跟大家報價 iPhone 16系列售價是由6899系 最小是128GB 最大是512GB 它就會在香港時間 星期五晚上8時就可以接受預訂 9月20日就正式發售 今次發佈會的重頭戲 終於落在Pro系列上 新顏色跟傳媒一樣有沙漠色 是一個泰金屬的物料 其他顏色 黑色白色還有一個原色泰金屬 都是上一代就有的顏色 而且今次機身的finishing 都是做得漂亮了 現場看其實暗暗地得來 其實都會帶一點光澤 低調高手的感覺 而最最最最最沒有令到我失望的 就是今次終於有窄邊框出現了 再加上這個史上最大的iPhone螢幕 6.9吋 即是大得太過分了 iPhone 16 Pro和Pro Max的螢幕 其實都比上一代大了兩吋 是足足兩吋的 我將新舊機拍攝一起看 其實機身大小分別不算明顯 但因為窄邊框的關係 令到螢幕對眼睛看起來 是覺得闊落了很多 好像平時我們看到人 割雙眼皮一樣 有一種換言一身的感覺 聽到這部機器很厲害 相信大家之後都會有同一個憂慮 就是電力怎樣呢 其實今次iPhone 16 Pro Max就厲害了 官方就說用來播片可以播足33小時 即是比iPhone 15 Pro Max長足4小時 即是你搭長途機不搏行動電源 你都可以看電影馬拉松 而另一個升級位就是相機 今代連超廣角都有4800萬像素 喜歡拍風景的朋友就有福鳥 而且這個超廣角還可以拍到很高質的微距 我就在銀包拿了一個很舊的一毫子 去拍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真是非常刺激 至於拍片方面 我都收到不少攝影師DM 我很想要有這件事 就是4K120格 因為這個功能對於普通用家來說 的確有點太厲害 因為其實平日拍Vlog的話 都很少用到這個規格 但是有一個很屈肌的升級 就是它可以有4個Studio級別的收音咪 幫你錄空間音訊 分為track 環境聲 人聲 我想回如果我自己拍片要做到這樣的規模 可能要設定幾支咪 再加一大輪後仔才能做得到 現在iPhone直接錄完 直接幫你做這件事 所以真的要贊重科技的偉大 而基於這麼強大的功能 其實晶片是比A18更強的A18 Pro 以前拍照用filter 要拍完慢慢再用app 現在不止拍照 它簡直是realtime給予效果 連拍片都可以即時看到filter的效果 講到這裡一樣要報價給大家 先有個心理準備 iPhone 16 Pro售價是$8599起 最小容量是128GB 最大是1TB 而iPhone 16 Pro Max的售價是$10199起 最小容量是256GB開始 最大都是1TB 香港時間星期五晚上8時就會接受預訂 9月20日就正式發售 好 真是講氣肉 肉眼可見 很多攝影的發燒 一直都不肯接受 用iPhone去拍照 或者很多心理障礙 都是忠情這個實體案件 其實我都很明白 今次iPhone都可以說是針對它們而設 而今次iPhone 16加這個實體相機控制 這個按鈕是整部機最棒的位置 我之前看Rumus 最期待就是有這個功能 簡單來說 就是單反的快門按鈕加滾輪 這個控制器有五個操作方式 你沒有聽錯我沒有說錯 是有五個的 第一就是輕按 第二就是double tap 第三就是用力按 第四就是長按 而第五就是左右掃 這個iPhone上的快門按鈕 是因為可以感受到它的力度 所以你輕按的時候 就會trigger到給你左右掃的操控 或者你想選什麼 而double tap就是讓你選其他可以控制的選項 你用力按鈕的時候 它就會知道你要完成拍照的動作 就幫你拍照 而長按的時候就會幫你拍片 而左右掃的時候 這個按鈕就會變成相機的滾輪 例如曝光 光圈 你就可以靠左右掃去改變它的數值 其實我講了那麼多這些手勢用法 簡單來說就是 Apple直接將這些攝影的常用手勢 完全移植到這個制度 不知道Apple是否真的有這麼大的野心 是想用iPhone取代大家的相機 好 接著就講到Apple Intelligence 很多人關心的AI功能 它將會在下個月推出 但身為香港人可能會有點失望 因為下個月開始只支援英文 而下年才會支援中文 其實都很想快點給它幫忙 當多一個私人助理也好 其實這個AI主要是在四個範疇幫到大家 第一個就是幫你表達 尋找回憶 集中和定這個優先次序 還有再完成一些生活上的小項目 至於Visual Intelligence 其實是暫時沒有得試的 我們在現場都 這個功能簡單來說 就是拍下它 然後它就會幫你找的 它不單是拍張照 去幫你拍到這隻狗是什麼品種 而且可以認到你在拍什麼 context 如果你在街上拍到一些Event的poster 它還會自動幫你記錄到你的calendar 然後又說拍一拍餐廳門口 就可以自動幫你找到這間餐廳的食品 真的超級方便 可能你會說 其實你想到Google Lens都做到 但Apple就是連幫你開App的動作都節省 其實很明顯是影響我們日常的行為和習慣 我剛才在現場的試玩區 給我可以實施到的AI功能 其實就是有Writing Tools 就是幫你在Mail或Note 重新讚寫一些東西 可以選擇語氣 幫你做卷要 在郵件、Message或一些Notification 都可以幫你做一些整合和簡化 另外就是終於可以打指令給Siri去做 好了 說到這裡 你以前要找一張舊照 說是中學Grad的照片才算 你可能要看很久才能找到 接下來就變得很容易 因為你只要給一些形容詞 給一些Keywords 這個PhotoApp 就會自動不懂得幫你找出來 你還可以 iSiri幫你將它重重覆覆 又重重覆覆的NG照片 處理了它 刪除了它 好像有一個 In-App的近藤瑪莉惠 幫你撿相簿一樣 現場還有另一個產品 令我頗驚艷和頗開心的 就是全新的Apple Watch Series 10 它是鋁金屬的標殼版本 有亮黑色、玫瑰金和銀色 看起來實物都挺漂亮的 而且錶面都大了很多 不過是明顯薄了 只有9.7mm 我看規格 其實是比9是鋁金屬的1mm OLED 顯示在非正面的光度 都光了40% 的確在現場看 不同角度都很滿足到視覺需要 而Always On 顯示是由原本 第九代的時候 每分鐘更新一次 就變成每秒可以更新一次 今代的充電都快了 由45分鐘可以充到八成 進步到30分鐘就可以充到八成 足足都快了三個字 而這個系列的Product 更加驚喜的就是 它的鈦金屬標殼的版本 分別有石板式、金色和玄色鈦金屬式 這個版本的錶面 是經過航天工業級 拋光鈦金屬去處理和做的 閃到不得之了 再配上它那條不鏽鋼的錶帶 是一個磁力 再加上Reflection的錶面 其實整件事看起來是很優雅、很高貴 除了外表有很多升級之外 它裡面都升級了一個S10的晶片 亦都新加入了睡眠窒息症的檢測 就連第九代和Ultra 2 都可以透過WatchOS更新而去用得到 至於在Apple Watch Ultra方面 它就新加入了大家都最喜歡的 黑色鈦金屬錶殼 上面是用了一個Carbon PVD Coating 錶帶都出了新的 就是鈦金屬米蘭網織手環 我自己就覺得拋光鈦金屬是高貴 這款就是超型格 Apple Watch Series 10 售價是$3199起 而Apple Watch Ultra是由$6399起 如果還不夠高貴 還有Apple Watch Air Max的版本 你可以選擇 售價是$9699起 全部都是香港時間 9月20日正式發售 好 最後 最後就是AirPods系列 它真的有新產品推出 也挺多 是全新的AirPods第四代 外觀上非常大分別 因為Case真的小了很多 非常多 它是放在我的手心上 拿著拳頭就不見了 除了Case小了很多之外 它也是用了Pro系列的H2晶片 加入了語音隔離功能 令到你通話時可以更加清楚 而Siri的功能都加強到跟Pro系列一樣 你可以點頭或是零頭回應Siri或聽電話 其實這款第四代有一個選擇可以加 好像買車一樣 就是ANC 就是ANC的降噪功能 就一次過把Adaptive的音訊 通透模式 和對話感知功能 加上這個 option就會全都給你了 雖然它是所謂最入門 而今次它的充電盒都有升級 可以用到無線充電 還有喇叭仔可以做到Find My功能 但是這些功能 你不選擇ANC版本的話 是沒有的 而兩個版本的充電盒 大勢所趨 終於都很開心變成Type-C充電 好啦 先報價 AirPods 4的售價是1099 有ANC版本是1499 這400元都比底 多了這麼多東西 接著就是三年都沒有更新過的AirPods Max 它都有更新 不過就是更新了顏色 還有Type-C 它的顏色就是有午夜暗色 星光色 藍色 紫色 和橙色 是全新的顏色 而售價就沒有更新 就是4599 最後就是AirPods Pro 這次硬體沒有升級 但加入了不少OS的功能 例如聽力測試 降低高音量的功能 全部都是為了耳朵聽力健康著想的升級 防止你聽力受損 而它還有一個最特別和最驚喜的功能 就是助聽功能 我在現場看完宣傳片之後 都覺得心頭一亂 相信它推出之後 應該會幫助到很多有需要的朋友 好了 終於說了這麼多樣產品 大家又覺得 你是不是應該買最新一代的iPhone呢 我會建議大家想以下這幾點 第一就是 你有沒有買Vision Pro呢 有的話你就要買16了 因為它可以拍到spatial video 另外你有多常拍片呢 如果你平常有拍攝reels 想試試做creator 我覺得iPhone 16是一個非常好的入門工具 幫你節省去買其他工具 好了 接著就是你對攝影和拍片有多高的細緻度呢 如果你想拍到好像專業級那樣 那身家的capture button 應該是會令到你的作品更加之有質感的 因為你多了很多東西可以選擇和調較嘛 還有還有 你現在這部機trade in值多少錢 如果還有三四千 今代這麼吸引 都值得換的啦 我有個朋友看直播的時候 他還一定會換AirPods 因為舊那隊在過去幾年 已經跌過無數次了 還用得真是幸運而已 大家都留言討論一下 我都會逐一覆大家的 最後 自隔一年重有夠地了 我也不怕跟大家說 去年去完之後 其實都真的有點panic 因為之前是第一次去 所以當中有很多錯漏 很多誤判 令到整件事出來都不是特別好 過程中都收到很多建議 以及提點 所以其實今次都很感謝Apple 給我多次機會 也很感謝現在螢幕前的你們 都願意看這條片 今次去之前都做了很多準備 模擬了很多場景和應變措施 個人都定了很多 所以希望大家看到我的進步 然後大家今次有什麼意見 我都會繼續聽下去 所以我們下次再見